章节三十六,亚是 亚新 你智慧的古兰经发誓 你却是众使者之一 你的确是在正路上,被派遣的使者之一 万能致辞的主将是此经 以便你警告一族人,他们的祖先未被警告过,所以他们是疏忽大意的 他们中大多数人确疑应当受判决,所以他们不信道 我确疑把枷锁放在他们的脖子上,那些枷锁达到下巴,所以他们不能低头 我在他们的面前安置一个障碍 在他们的后面安置一个障碍,蒙蔽了他们,所以他们看不见 你对他们加以警告于否,这在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毕竟不信道 你只能警告那遵守教会,而且在秘密中敬畏至人主者 你要以摄幼和优厚的报仇向他报喜 我必定要使死人复活,我必定要记录他们所做的善恶,和他们的事迹,我将一切事物,详明地记录在一册明白的范本中 你当以城市的居民为他们设一个譬喻 当时,使者们来临那些居民 当时,我曾派遣两个使者去叫化那些居民,但他们否认他俩的使命,我就以第三个使者去援助他俩 他们说,我们却是被派遣来叫化你们的 他们说,你们只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至人主没有降世任何物,你们只是说谎的 他们说,我们的主知道,我们却是被派遣来叫化你们的 我们只负明白的传达的责任 他们说,我们却已为你们而遭厄运,如果你们不停止宣传,我们势必用时机你们,或以痛苦的刑罚加于你们 他们说,你们的厄运是伴随着你们的 难道有人教会你们,你们才为他而遭厄运吗? 不然,你们是过分的民众 有一个人从城中最远的地方跑来说,我的宗族呀,你们应当顺从使者们 你们应当顺从那些遵循正道,而不向你们索取报仇的人们 又说,我怎能不崇拜那创造了我,而你们将被召归于他的主宰呢? 难道我能舍他而竟是一些神灵吗?如果至人主欲降灾于我,则他们的说情,对于我毫无避意,他们也不能拯救我 如果那样,我却是在明显的迷雾中 我却已归信你们的主,故你们应当听从我 有声音对他说,你入乐园吧,他说,但愿我的宗族知道 我的主已设诱我,并使我成为受优待者 在他之后,我没有降天使去惩治他的宗族,我也不常常降天使 才听见一声呐喊,他们就灭亡了 哀在众仆,只要有使者来教化他们,他们便加以愚弄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在他们之前,我曾毁灭了许多世代,那些被毁灭的世代永不转回尘世 他们将统统被拘禁在我那里 他们有一种迹象,已死的大地,我使他复活,我使他生长粮食,以做他们的食品 我在大地上创造许多椰枣园,葡萄园,我使许多源泉,从地下涌出 以便他们拾起果实,这些果实不是他们的手造出来的,难道他们不敢谢吗? 赞颂安拉,超绝万物 他创造一切配偶,地面所产生的,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都有配偶 他们有一种迹象,我使白昼脱离黑夜,他们便忽然在黑暗中 太阳极形,至一定所,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所预定的 月亮,我为它预定公宿,直到它再变成像干枯的椰枣汁一样 太阳不得追击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 他们有一种迹象,我是他们的子孙,乘坐满载的船舶 我为他们而创造船舶那样可供其成的东西 如果我抑郁,我就把他们淹死,而他们没有任何援助者,他们将不获拯救 除非是因为我的恩惠,因为我要使他们享乐到某时 如果有声音对他们说,你们当敬畏在你们之前的,和在你们之后的,以便你们盟主的怜悯 每逢他们的主的一种迹象来临他们,他们便背弃他 如果有声音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分设安拉所赐予你们的 那么,不信道者将对信道者说,安拉欲供养谁就供养谁,我们何必供养他呢 你们只是在明显的迷雾中 他们说,这个警告什么时候实现呢?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 他们只等待一声呐喊,在他们纷争的时候,袭击他们 他们将来不能立以主,也不能回家去 号角一响,他们就从坟墓出来,奔向他们的主 他们将说,伤在我们,谁将我们从我们的卧处唤醒 这是至人主所应许我们的,使者们已说实话了 才听见一声呐喊,他们就统统被拘禁在我这里 在那日,任何人不受丝毫忘取,你们只依自己的行为而受报仇 乐园的居民在那日却是从事与愉快的 他们和自己的配偶,在树荫下,靠在床上 他们在乐园中,将有水果,并有他们所要求的恩典 平安,这是从致辞主发出的注词 犯罪的人们呀,今日你们当退避到一边去 阿丹的后裔啊,难道我没有嘱咐过你们吗? 我说你们不要崇拜恶魔,他却是你们的仇敌 你们应当崇拜我,这是正路 他确实许多人迷雾,难道你们不明白吗? 这是从前常常用来恐吓你们的火狱 你们生前不肯信道,所以你们今日当入火狱 在那日,我将封闭他们的口,他们的手将对我说话,他们的脚将作证他们所行的善恶 假若我抑郁,我必毁灭他们的眼睛,然后他们忙着走路,但他们怎能看见呢? 假若我抑郁,我必使他们在自己的家中变形,然后他们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 我使谁长寿,我降低谁的体质,难道他们不明理吗? 我没有教他师哥,师哥对于他是不相宜的 这个只是教会和明白的古兰经 以便他警告活人,以便不信道的人们当受刑罚的判决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从我所亲手造作者之中,我曾为他们而创造牲畜,而他们管理他们 我为他们而制服牲畜,以一部分供他们骑,一部分供他们吃 他们可由他们获得许多利益和饮料,他们怎么还不感谢呢? 他们摄安拉尔竟是许多神灵,希望自己获得援助 那些神灵不能援助他们,他们却是为那些神灵而被集合的军队 所以不要让他们的妄言使你忧愁,我的确知道他们所隐匿的,和他们所表现的 难道人还不知道吗?我曾用精业创造他,而他们忽然变成坦白的抗辩者 他为我设了一个辟欲,而他忘却了我曾创造他 他说,谁能使修谷复活呢? 你说,最初创造他的,将使他复活,他是全知一切众生的 他为你们用绿树创造火,你们便用那绿树燃火 难道能造天地的,不能造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不然,他却是善造的,却是全知的 当他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的事情只是说声,有,他就有了 赞颂安拉,超绝万物,一切事物的主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你们只被照归于他